用零碎的时间带你品味一部精彩电影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张国荣主演的电影《烟之控》 影片主要讲了张国荣主演的十二少和青龙女子相恋 最后殉情时十二少却偷生 导致女子化成女鬼来人间寻找十二少的故事 如花是天上人间的头牌姑娘 十二少是城里的世家公子 她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次聚会上 如花正在唱着小曲 迟到的十二少进来后和如花四母相对 十二少听曲儿听得竟然吃了 忍不住接下了最后一句 如花在对十二少一笑留情后便离开了 十二少自此对如花朝思难忘 第二天便又跑来天上人间寻如花 如花知道恩科姆来找自己多数是看中了自己的美貌 自然也要凭着自己的优势代价而沽 她表示自己要去陪姐妹们打牌 一会儿再来陪她 让十二少等了许久之后 如花回来却发现 十二少正在给自己剥橘子 随后她又准备去打牌 十二少依然没有反对 等如花再回来时 发现门窗都开着 她以为十二少走了 有些着急 没想到 十二少正躺在床上等着自己 其实 十二少对于这些套路是心知肚明的 出生于世家的十二少 对于如河淘女人欢心非常有一套 逗得如花娇效不止 第二天还专门安排了大场面 把一张定制的聚宝床 搬进了如花的房间 来满足如花的虚荣心 老宝子说自己这一辈子 第一次接恩客 这么对小姐 可谓是情深意重 很快如花就沉醉于十二少的追求之下 两人狼情泄义 如胶似漆 很快就干柴烈火 宽衣解代了 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十二少的母亲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要说老太太也够大气 她觉得世家子弟 风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如果要娶妻娜妾 一个妓女是南登大雅之堂的 如花当然知道豪门大户的规矩 她不想要十二少为难 于是自己打扮成良家女人的样子 金子灯们拜访老太太 老太太对于如花虽然不失礼节 但命令案里都在拿如花的身份做文章 她请如花喝乳情龙井 并把乳情龙井的来历告诉如花 说杭州的女孩子 在清明之前去山上采摘最嫩的茶叶 放在乳兜里 用体温呵护着带回来 这些茶叶做成了龙井茶 所以叫乳情龙井 说完她还专门告诉如花 我和你都没有资格了 因为只有处子少女才能有资格 如花知道自己和十二少 可能真的没有未来了 虽然两人才相知半年 但他们已经许定一生 为了长相厮守 十二少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 但家里断了十二少的花椒 生活开始变得拮据起来 如花由于有了十二少 在天上人间也不再风光 为了维持家用 十二少尝尝试去学系 但豪门子弟 从小就没有吃过学艺的苦 将近半年的时间 十二少也只能做一个小龙汤 后来在一次上台的时候 家里人认出了十二少 他们觉得自家的儿子 竟然干这种下九流的行当 简直丢进了家族的里面 他们想要把十二少带回去 但十二少坚持要和如花在一起 两人觉得 既然这辈子无法光明正大 那么不如殉情 下辈子再去前缘 他们打算浮渡自杀 但如花有些害怕 他怕的不是死 而是怕十二少不敢死 他不想自己一个人 于是他偷偷给十二少 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这样即便是毒不死 安眠药的药量也足以致死了 但没想到的是 如花死后 在阴间等了很久 始终没有等到十二少 来和自己相聚 于是在几十年之后 他决定来阳间寻找十二少 这天报社的阿强 接待了一位小姐 这位小姐身无分文 她就是来阳间寻找十二少的如花 如花说自己想登一则寻人启事 十二少 3811老地方登你 如花和阿强说了自己的身世 阿强虽然害怕 但看着如花可怜 于是收留了如花 女友回来之后看到如花 本来非常生气 但知道了前一后果之后 她也决定帮助如花找到十二少 他们把消息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 然后又把3811这个号码 相关的线索查了一个遍 最后在一个老报纸上 看到了如花和十二少 殉情的报道 他们来到一家戏院 看着台上唱戏的人 如花又想起了 当初十二少唱戏的样子 很快他们通过寻呼机 找到了十二少的儿子 原来十二少生还后 还是娶了门当户对的表妹 只不过后来 家产都被十二少败光 表妹也早死 十二少和儿子之间 也没有什么勤奋可言 现在在某个片场跑龙套谋生 三个人赶紧来到了片场 但找遍了所有人 也没有见到一个叫十二少的人 但如花一眼 就看到了一个身形勾炉的老者 她慢慢的爬到楼上 随地小便后 就窝在一个地方吸食奶粉 虽然她历经几十年 已经变化成了另一个模样 但如花知道 她就是当年的十二少 老者看到她激动地站起身子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花摘下了当年 十二少送给自己的胭脂扣 亲手还给了她 了却了此生的心愿 电影中 虽然主要讲述了 十二少和如花之间的情感 但对于现代人之间的感情 也有一定的感悟 阿强和女友 虽然已经认识很久 但始终没有走到结婚的那一步 因为他们非常的迷茫 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感情是怎样的 在经历了如花一世之后 他们或许感悟到了 普通人之间的感情 不许那样轰轰烈烈 只要相处的开心就足够了 好了 电影结束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